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的朱元璋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皇帝 那么大家是不是也知道朱元璋在酒席上的故事呢 据说有一次朱元璋在酒席上卖力地给两位大臣夹菜 而这位大臣在回家之后竟然亲手割下两个儿子的头颅 这是真的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即使朱元璋之所以对这些功臣下手 也并不是全是朱元璋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建国之后 很多战功卓越的大臣行为不断地放纵 不断地挑战着朱元璋的底线 最终朱元璋忍无可忍 无奈之下才大开杀戒 其中最为让朱元璋恼火的两个人分别是兰玉和傅友德 在明朝政权稳定下来的过程中 兰玉的做法越来越肆无忌惮 并且无视朱元璋的权威 因而彻底惹怒了朱元璋 继而将他杀掉 而傅友德作为兰玉的好朋友 做法自然令朱元璋不爽 在兰玉被杀死之后 朱元璋对傅友德的种种做法就更加不爽了 并且在一次聚会上 傅友德的儿子没有按照规矩穿着服饰 配戴饰品 因此惹怒了朱元璋 在宴会上大为指责傅友德和他儿子的做法 傅友德在回到家后也察觉出了朱元璋对他的不满 所以在回家后不久 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 拿着两个头颅面见朱元璋 这样的做法也让朱元璋十分的差异 因为朱元璋也没有想到傅友德竟然心狠到如此程度 而傅友德也非常愤怒地对朱元璋说 既然你不信任我们 那我们就一同死在你的面前吧 说法便挥剑自吻 这件事情也彻底告一段落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